1905年的一个平常的日子 在北京丰泰照相馆里 著名京剧演员谭新培 对着一架神秘的新机器 做了几个自己最拿手的舞台动作 从此第一部国产电影诞生了 这部名为《定军山》的电影 在当时的北京城 引起了轰动 一向以扮演老生而出名的谭新培 也成了中国第一个电影明星 当时上映的时候是非常受欢迎 那么观众首先就是 本身就喜欢看电影 同时在荧幕上又看到 他们喜欢的这些戏曲名领 1942年5月2日 一群穿着灰军装的人 聚集在延安杨家岭的 一座大窑洞内 这是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 大家穿着自己仿制的衣服 吃着自己种的小米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五年之后 第一部给工农兵看的电影 就要诞生了 1946年10月1日 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黑龙江星山 正式宣布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第一个大型电影制片厂 它是在接管日本人满洲 硬化诸事会社的基础上建立的 建厂之初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 东北电影制片厂 按照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的要求 确立了 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 那时最重要的作品 是报道东北解放战争的纪录片 民主东北 1947年夏天 全中国解放日益临近 东北电影制片厂 也开始尝试拍摄其他电影片种 35岁的导演王斌 开始筹拍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 《桥》 这是一部反映东北的铁路工厂 工人们为支援解放战争 克服困难 抢修松花江铁桥的影片 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正当初创时期 条件特别艰苦 拍电影的胶片很少 仅有的一点也是再生的 为了不浪费胶片 导演王斌就在开拍前 给大家讲电影 每一个人物 每一场戏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都讲到了 经过摄制作全体人员 一年多的艰苦努力 1949年4月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桥》终于诞生了 那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当中 这部电影就跟着解放军走 解放一个城市就在一个城市放映 虽然影片照明不足 画面清晰度很低 表演也带有舞台演出的痕迹 但是每一次放映都会引起强烈反响 毛主席万岁 当江桥修成 工人侯老头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时 全场总是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在荧幕上第一次正面描写了 中国工人阶级 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 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 崇高的信念和共同的理想 自然激发了观众火热的政治热情 电影桥在刚刚解放的南京首映时 23个单位的职工代表 2000多人上街举行盛大的游行 庆祝工人有了自己的电影 1949年4月 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 同年11月 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 1952年8月 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 他们和东北电影制片厂 共同组成了 新中国四大电影制片基地 新中国的电影创作队伍迅速壮大 一时间优秀的作品不断涌现 工农兵终于有了自己的电影 但他们还要自己的明星 建国初期 很多三四十年代的 上海左翼电影演员 活跃在荧幕上 为了角色的需要 他们穿起了工农的衣服 但举手投足间 仍无法抹去长期都市生活的印记 但很快 新一代明星成长起来了 新中国的女明星不但美丽 而且聪明而健康 他们多彩多艺 能文能武 他们热爱工作 忠于爱情 重视家庭 新中国的男明星 不但英俊 而且强壮 而坚毅 他们足智多谋 文武双全 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 王新刚不但把红长青的英雄形象 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熊熊烈火中慷慨就义 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经典镜头 其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更是让许多人完成了最初的共产主教育 新中国电影为那个时代确立了新的审美标准 和新的道德规范 1959年底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时 劳累了一天的人们 在电影院里看到了一部名为 《五朵金花》的故事片 这部电影供应后 立刻轰动一时 电影讲述了主人公阿鹏和金花 在大理三月街不期而遇 并一见钟情 蝴蝶全边 他们约定明年再相会 第二年 阿鹏如期赴月 胆粗心的他只知道女孩名叫金花 其他的一无所知 于是 一路上遇到了鸡肥模范金花 畜牧场金花 炼铁场金花 拖拉机首金花 凭着踏遍苍山尔海 也要找到心上人的决心 阿鹏终于看到了自己心中的金花 一对有情人终于有了最圆满的结局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 很难想象一部电影怎么会迎来如此热烈的回应 以爱情为电影主题 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爱情这个今天可以随意出现的名词 在那个年代突然出现 立刻在人们心中如火焰般燃烧起来 那么在当时口号是影片遍布的情况下 作为国庆十周年的县里影片 《五朵金花》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1959年初的时候了 那时候已经国庆十周年县里 已经拍好了几部了 像什么钢铁世家了 那些电影都拍出来了 拍出来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 太钢铁了 硬的简直都是政治口号多 就说国庆十周年 应该是一部喜气洋洋的电影 当时在云南省文联工作的杨文汉 还记得周总理对这部电影 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总理的这个指示就是要拍一部 在片子里不要公开喊这个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 总理说得很明确 让外国人看了以后能够接受 又宣传了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变化 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夏颜 亲自打电话找到了当时正在云南的年仅28岁的赵继康和他的丈夫王公浦 让他们创作一部云南少数民族风情的喜剧影片 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刚好 刚好 现在说也不要紧吧 刚是不久前有一部外国电影叫《没有留下弟子》 另外还有一个沙斯比亚的电影叫《第十二夜》 双胜胞胎误会来误会去 那么我们不能跟双胞胎来误会 说怎么误会来 我们俩人讨论了半天 讨论五天讨论出来 用名字来误会 同志 谢谢你救了我们 你 金花同志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们身里有多少个金花 我也说不上 星期有一百个吧 一百 故事梗概定下来之后 赵继康一写就写出了十二朵金花 经过讨论 大家认为七朵比较合适 于是赵继康用了两天两夜将稿子完成 交给夏部长一看 夏部长就笑了 不是 你这够三部电影了 继康 你应该知道一部电影只有1点45分钟 我说那我再改吧 我再删掉吧 就七朵金花又删掉两朵 改成了五朵金花 1959年国庆前夕 电影《五朵金花》拍摄出来 可是剧组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事 文化部的领导在看完了样片以后 什么意见也没给 片子被直接送到了中央 在那个年代 对于歌颂爱情的电影 谁也拿不准 有一天《五朵金花》的制片突然来了 一坐下去就说 意想不到的成功啊 在中南海首映刚好是中央开会 中央委员全体在中南海 看了《五朵金花》的首映 《五朵金花》是大陆最后的宣传片 1960年在埃及开罗举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 《五朵金花》获得了巨大成功 导演王嘉宇或最佳导演银莹奖 演员杨立坤或最佳女主角银莹奖 埃及总统纳塞尔点名请杨立坤 亲自前往埃及领奖 那年杨立坤才18岁 随后这部电影先后输往46个国家放映 创造了当时中国电影 在国外发行拷贝的最高纪录 新中国的电影经常在外国电影节中获奖 但新中国的电影导演们知道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自己的观众在中国